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 那我會從台北趕過來 然後參加這個成立大會 是因為我很敬佩蘇姬姐 那她做事就是做對的事情 不管執政的是誰 在2005年的時候 就是說新竹這邊的科學園區 裡面有一個焚化爐 那個焚化爐煙囪很低 從外觀看起來 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建築物就是一個焚化爐 然後她附近有很多國小 有很多社區的居民 那執政黨是民進黨 蘇姬姐當時也是民進黨員 但是她就是很堅持 這個焚化爐怎麼可以蓋在那裡 她已經蓋好 那蘇姬姐就是參與那個監督委員會 然後每天去開會 然後最後呢成功的把它關起來 那我們當初也有幫忙 我們就是把這個訊息散播出去 那祝她一杯之力 但是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蘇姬姐在這邊 帶領了許多群眾一起去抗議 那民眾力量是很重要的 那蘇姬姐她就是堅持做對的事情 那我看到她就是 因為一個政府要能夠做對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監督 NGO也是在扮演那個監督的角色 那其實在政府的架構下 扮演監督角色還有就是各個民意的代表 所以民意代表她有沒有在監督政府很重要 但是我們的地方政治呢 在這一塊是面臨一個很大的一個危機 就是很多的民意代表她其實並沒有在監督政府 沒有在監督政府 反而呢她可能是去包工程啊 那讓或者是像我們有一個數據 不曉得大家知道不知道 我們有很多的地下工廠 像這次的食安油事件 這個有一些問題就是存在於地下的工廠 那地下工廠那麼多政府為什麼不去取締 政府可能有在取締 但是取締的時候這些議員可能還會去有關說 那他們所以如果我們今天選出的一個民意代表 是在包工程在關說一些做壞事情的人的話 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絕對是會完蛋 所以在這裡我要很請大家呢 選出一個清流然後好好來監督政府做對的事情 那我們的國家才會有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